恭喜财产法人 实际传播人文住院基金会 在今天尝试 这个非常重要的 罗新亚系列报导 策约记者杨志强 罗新亚难民系列报导 荣获金顶奖肯定 黑暗之下一定有围光 但因为罗新亚人 可以早日返乡 我的受访者朋友们 可以回家 花了半年时间 克服交通波折 语言隔阂 深入缅甸 孟加拉边界的难民营 贴近了解上百万名 若新亚真扶贫般的流亡处境 因为里面有很多毒品的问题 或者是人口贩卖的问题 因为这些无主国基者 已经被他们所谓的祖国 也就是缅甸抛弃之后 孟加拉也不可能会管他们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脆弱 十多年教学 投身细菌研究 慈禧大学生命科学系老师 陈俊瑶 国语日报专栏作者 把两年内整理出的 三十八种生活细菌 搭配可爱插画出版成书 希望能够把我上课教的 比较困难的东西 转换成比较简单的文字 让学生比较容易理解 那这个世界上 百万种细菌里面 大部分是不会害人的 所以应该要多讲一下 他们的故事 七十四位得将者 从上千件作品脱颖而出 在社群媒体改变的时代 期望唤醒民众阅读婚 深耕文化广度 带新闻消失解询好 台北部罗